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Wonderful 多谢你来我的频道 口味浓淡,各有所好 我怎么选的菜式 未必是你喜欢的菜式 这条影片是跟大家分享 给大家参考一下 以前来这里喝茶和吃晚饭 是没有拍片的 这次是第一次拍片 我们点了这个88元的套餐 再加一个半价优惠一街坊的菜式 看看好不好吃和值不值得吃 原本我们想叫B餐 后来改变了主意 那就叫个简简单单的88元套餐 再加个鲍鱼扣鵝掌 因为是没有汤渣的缘故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泥汤是什么汤 服务员告诉我们 这个是竹蔗毛巾汤 汤的味道是正常的 喝完又没有口渴 这个贵妃走地鸡 这个贵妃走地鸡 卖上也挺漂亮 它的鸡皮 没有穿没有烂 鸡肉色窄也挺漂亮 晴姐里状 口感都嫩滑 肉质也挺紮实 不是很柴的口感 我个人觉得这个姜葱味 就不太突出了 家人试了这个菠萝糕拌肉 味道不错 因为忙于拍片 迟了吃 好在菠萝肉的外层 还有少少脆 甜酸的味道都适中 我以为是炸虾片 咬下去已经不脆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咕噜肉 没有肥腩腩的肥猪肉 不会吃到整口油 个人觉得白米饭的 硬度和味道就一般了 这个豆腐炆斑腩 不是每间餐馆都煮到同一水准的 豆腐要新鲜 又要没有油益味 巴腩口感要紮实 又要不咸 份量都好充足一下 好有惊喜 这碟姜葱豆腐炆巴腩 我们都满意 这个餐88元 即是平均价是22元一碟 大大粒的虾球有4粒 虾肉都大牙 味道不错 蜜豆和西芹都炒到很脆 又不会油腾腾 个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 部分花枝片有少少咸 好 我不知道优惠的期限 最好和餐馆搅身 目測 鸵掌都很大 这个鸵掌扣鲍鱼 它是热的 不是冬食的 热的热的鲍汁 用来送饭就正了 鲍鱼 鲍鱼 就可以用刀叉食 鵝掌 嗯 有点难度 鲍鱼 炆得很软 都很容易切开 等我试下先 我个人觉得 在外面用餐 吃鸵掌是有少少难度的 鲍汁调教得很浓郁入味 鲍鱼和菜我都有吃 鸵掌只是吃了少部分 味道不错 够腍 还有少少质感 鲍鱼本身有少少烟硬 都有质感 不会说过腍那种 连埋些鲍汁 拿回家再吃个 总括来说 食物质素都不错 食材够充足 即是碟头都很大 价钱都合理 饭后甜点和糖水 似曾相识 为何大部分的餐馆 都是用近似这种甜点 好在这里的红豆沙甜到适中 糖水也不会太稀 又有少少的果皮味 这个88元的套餐 足够四个人吃的 在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不要按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好